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平时的功夫真的要做到足,不是很难做得到这么快 苹果公司iPhone刚刚吹出的所谓iPhone15,横数整个中国 你可以说欲华,你可以说买华为 结果买华为的现在立了重大的智商税 因为已经全部可以用十几分钟,接着它就会发滚 接着甚至关机,这样你看到iPhone一分钟就卖青光 在网上最巅峰最巅峰的就是阿里巴巴的天猫 一分钟里面已经全部卖完 接着你看到什么? 看到的就是京东淘宝六分钟里面秒杀 接着最慢的网站都不用十分钟卖出342万台 而卖的全部都不是iPhone15 这些这么简单,最多的就是iPhone Pro Max 一个就是iPhone Pro 就是说全部最贵的机型,过万元就对了 所谓的小粉红根本上就是一些消费不起自卑心极强的人 最新的当然就是苹果公司在中国大陆官网上 的一张苹果客服人员的照片 就是这个就是做客户服务的 因为他的眼睛还留了一条边 接着就被中国的部分这些小粉红涉嫌玉华玉华玉华 接着已经去到最刺烈的部分 接着又罢买iPhone 买华为的罢买iPhone 玉华的又买iPhone 以为真正的,更加说这个样貌是玉华 结果苹果晴晴 你没有看清楚他下面是什么人吗? 印第安人 就是红番 红番的肤色他跟亚洲人很相似 所以 这个他是贴出来而已 是不是? 但是就被标榜的就是玉华 更加有网民说这个员工的照片 闪眉眉眼,即是眼势 宽眼距,即是眼与眼的距离 蒜头臂,施椰子,有粒子 蒙古面,朱美边六种要素 这个就是中国人丑陋的特征 所以你们就是针对中国人黑板的印象 这条消息一播出来 小粉红就对苹果不满 但是苹果只是说他是印第安人 其实讲来讲去,为什么呢? 不单只是民族自卑 你有没有看到有个鬼佬的样子出来 或者有个黑人的样子出来 他们会说玉美,跟着玉黑 跟着你看到日本人做AV的 他都不会说他是玉日的 为什么中国是这样? 而更重要的,大家要记得之前 有个品牌,找了一个毛德尔 因为他眼小,跟着教大家用筷子吃披萨 结果又说欲华,跟着公开道歉三片 只有中国人才可以欲华 是不是? 因为你们就是歧视一些丑样的中国人 人家用他做毛德尔 他没有标榜他,他们卖的性格 结果中国人还用六个标准 就告诉你听他是玉华 而玉华的不是什么事 就是你们认为这一个女人 或者这一个女孩他丑样 你们的玉华标准 就是他找了一个你们认为 最丑样的女人出来,所以玉华 所以真正歧视中国人的 就是这帮这样的小粉红 至于你们买不买得起 iPhone对于苹果来说 限个纳抽啦 是不是?你有钱买才算啦 你四亿人失业 所以呢,你见到现在各大的品牌 对这些很闲 因为他们清楚 这些是他们的民族自卑 而这些不是他们的客户 因为当你卖贵价品牌 你试一下 你说你爸买LV 关你什么事呢? 爸买爱马事 关你什么事啊? 即是等于香港的JPEG 哇,这个虚拟货币平台爆煲啊 大肥,你又没买啊 今早上我见到俊仔的裙子 那里说,我没有 接着我回答了一句 我没有钱 哈哈哈哈 这个就是分别啦 明白吗? 你没有就没有啦 我没有钱就没有钱啦 你没有钱就妒忌人 你一线无忌道行 其实西方国家已经完全看清楚 就是这件事 那至于日本 是不是? 人家有仓井空 你们个个没叫仓老师 为什么人家不会说你欲人呢? 就是这么简单 民族自卑 我今晚都会讲这个问题 因为现在中国的小粉红 现在整个西方国家就要打掉了你这个民族主义 因为习近平能够做很多很多的事 就是基于他鼓吹了民族主义 现在由西方国家 美国带头 就是要摧毁你的民族主义 小粉红 到时你所说的 所说什么的话 的民族自豪 都将会失败 今晚一天不收声 9点钟 节目做到这里 希望大家like 最终share 订阅课金 看广告 可以说加入会员和比赛 大菲安天娜 需要大家支持 亦都希望请大菲一杯咖啡 拜拜 im澳洲移民公司 专注移民二十几年 为18至47岁香港人 精选最出色的移民课程 全程学费 港币15万内 无需阿斯成绩 我们为18到31岁的港人 申请工作假期签证 合资格人士 雇主愿意提供 劳工移民担保 有护理资格的港人 可以推荐雇主安排工作 办理劳工顶居签证 无年期上限 我们亦为50岁以上的港人 申请居留签证 澳洲比英国更易找公同入籍 无论在香港、英国、台湾的朋友 想移民澳洲 就快找Kristi啦